本期节目由金道集团特约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带您关注到 就在中美第11轮贸易谈判的前夕 特朗普突然是宣布对华加征关税 消息也令到全球的金融市场 蒸发了数万亿美元 中美贸易谈判踏入尾声之际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突然宣布 美国在过去10个月 已对中国500亿美元高科技产品 征收25%的关税 并对2000亿美元其他商品 征收10%的关税 他表示 美国巨大的经济效益 部分是来自有关关税 所以决定加码 自本周五起将2000亿美元 中国货品的关税 由10%增至25% 此外 特朗普又威胁称 不久的将来会对 另外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征收25%的关税 并表示与中国的贸易谈判 仍在继续 对此 中国商务部回应称 如果美方的关税措施付诸实施 中方将不得不采取 必要的反制措施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过往也出现过多次美方威胁 对中国货品加征关税的情况 中方立场和态度一直非常明确 而当务之急 是希望美中共共同努力 相向而行 争取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 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 8号与美国华盛顿举行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率领过百人代表团前往磋商 亚太敌位是综合报道 那今天做客 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 精道策略性投资分析师 伦主德先生Andrew 欢迎你 我们看到这个星期 大家都最关注的一个焦点 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突然宣布 在周五的时候 就会对中国的很多的商品 要增加更多的关税 相关的消息的话 可以说也让全球的金融市场 就蒸发了数万亿的美金 而且很多的网友都调侃说 短短的一个推特上面的一句话 就让整个的全球金融市场 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动荡 在您看来的话 为什么特朗普这一次 突然之间就这样的一个言论出来呢 那其实从过往 我们看到 就是说特朗普跟其他的国家 去做一个谈判 或是做任何事情的话 大家都见怪不怪 就是说它肯定是 出尔反尔的一个事情了 那在这一趟的话 我觉得事情是因为 可能中美之间的一些 在沟通上面 或是在那个协议方面 还有一些地方就是说 大家的一个距离落差 相对比较大一些 他想快点去把这个事情落实 所以出现这个事情 那当然也有一些报道 就是说可能是因为 中方对一些 已经做出的一个承诺 有一个怎么说呢 可能有想去调整一下 里面的一个内容 但是我觉得整个事情的话 在谈判肯定是会 双方都有自己的意见 那去做一些可能调整 或是一些修改 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那我觉得是特朗普这一次 为了就是说 想说要中方更快去妥协 所以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举动 那从另外一个经济的 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它是因为看到 就是说第一季度的一些数据 相对来说比较利好 美国的一个经济发展 希望就是说能够 因为美国相对比较 底气的一个情况下 能够尽快去落实这个事情 所以也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情况出现 那实际上就这个事情 对整个一个谈判 我个人觉得是意义不是特别大 因为谈判是一种艺术 就是说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个谈判 就是说到底 就是因为利益的一个关系 而且就是说平衡两方的一些 怎么说在产权等等 各方面的一个事情 那如果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是并没有去做 任何一个充分的一个沟通 或是给充足的一个时间 双方去做这个谈判的话 相对来说到最后 结果也不一定是这些好事 反过来就是说这个事情 更快可能就妥协了之后 又很快就大家都反口了 那所以到最后我个人会觉得 这个事情特朗普这样做 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只是说表面上做一个 怎么说门面的一个功夫而已 所以就其实看到就是说 股票市场 全球的一个金融市场 就有数十个亿 数百个亿张的一个损失的话 我个人觉得特朗普这一次 真的做得有点错了 我们看到在这个特朗普相关言论 出来之后的话 欧盟的执委会主席荣克 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谈到说 特朗普在欧盟跟美国之间的 这个贸易 以及相关的这个贸易关系上面的话 是可以信任的 希望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赶快进行这个尽快的一个解决 您觉得其实欧盟跟美国 在贸易问题上面 目前的话 他们的这个冲突 进展方面的话是如何 是否也出现 这个一致性的 这个对华阵线的 这样一个国家阵线 那我觉得就是说 对华阵线的话 一直都有 说实话 就是说每个国家 肯定会的不同的意义 肯定会 可以说是联盟 或者一个达到一个 共同的一个目的 而针对我们国家 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纯粹是那个 贸易上面那些问题的话 我觉得中美之间 跟欧美之间的一个基础 不一样 谈判的一个过程 的一个进度 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回看 就是说四月份 美方不是一直在说 他们也要加 那个欧盟的一个税务 像是汽车业的一个税务 那到现在就是说 特朗普他就怎么说 强硬了一下下 欧盟妥协了之后 他立刻就是说 OK 那我们先不加 那到现在这个事情 还没有解决 到现在他们两方 还没有正式的开过 任何一个会议 所以谈判的一个进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过往他们应该是在 预算的话 应该是在九月份左右 他才能有一个 落实的一个方案 所以如果说是 欧盟他们那边想要 我们国家跟美方 更快去落实这个 怎么说呢 一个协议的一个情况下 我相信是因为他们想谈好了之后 看看美国的一个底气 所以说实话 对华的一个阵线 相对来说 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有保留了 没错 那另外我们关注到一个焦点 就是股市方面的一个消息 我们看到这个五穷六绝 这个说法的话 在五月份第一个交易日的话 又是应验了 应该说整个这一个星期的话 A股市场也好 港股市场也好 都出现了一个 大幅度的一个下挫 美股方面的话 也并不是很好 所以说您觉得说 这个贸易谈判 又出现这样的一个大的危机 之后的话 我们这个股市方面的话 又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投资者应该抄底 还是说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尽快的离场 应该说抄底的话 现在还不是时候 那如果说要离场的话 现在我觉得 如果说货还在手的话 那先还一还吧 因为其实整体来看的话 就自从特朗普 讲完那一句 就是说要加那个 我们国家的关税的一个情况下 第二天就大跌了 差不多1000点了 港股也是 那我会看到 就是说所有的一个板块里面的话 主要就是说 有关于贸易 还有就是说工业上面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公司 相对来说 那个跌幅相对来说 是比较大一些的 那但是如果说 从整个一个 那个金融市场来看 我们拿那个 怎么说呢 那个 护生300来说 做一下一个标签吧 可以这么去说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现在下跌的一个幅度 是上升的一个 30%而已 那如果说 正常的一个回调 如果说还没有 破位的一个情况下 就是说下调 50%之后 才是一个真正的 一个跌浪的一个开始 那现在来说的话 下方还有大概是 100多个点的一个空间 那直接突破 那个3545点的一个情况下 才会是一个明确的 一个下行的一个压力 那所以暂时来看 我会觉得就是说 现在下调的空间还有 但是说会不会反弹 那个情况下 还不明确 那所以就是说 抄底还不是时候 但是后在手的话 下方的一个空间 相对来说 也不上之前 你们下跌了 30%左右的一个情况 那么严重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现在 今晚后在手 那导播再缓一缓 再等一下 它真的突破 那个点位的时候 我们到时候再去做一个评价 可能会更好一些了 那您怎么看 这个A股市场 以及港股 在5月份跟6月份的 这样一个五穷六绝的表现 那这个事情也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从1月份到3月份来看一下 那其实整个趋势 都是往上涨的一个 一个大的一个声浪 那到达那个4月份 5月份出现一个回调了 一直在回调 那其实当一个回调的一个情况 还没有符合 本身的一个目标的一个情况下 那基本上是投资人 或是一些相对比较大户的 一些资金公司 是不会进入这个市场的 那所以如果说 符文我刚才所说的 那个下调回调的一个目标 还没有达到的情况下 那基本上 现在应该不会出现 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声浪 那如果说还有100多个点的一个 一个下调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情况下 至少这个事情 能够到第二周或第三周 就5月份的第二第三周 那如果说到达6月份的时候 才会再有一个声浪出现 而且呢 如果说我们看看 整个一个中美之间的一个布局 应该是在6月份 他们预算是6月份 有可能会签这个 中美的一个贸易的一个协议 那如果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那应该是6月份 应该是能够有一个 相对比较正面的一个消息 去提振整个一个股票市场 所以如果说5月份 中美还在谈判的一个情况下 那应该还是不是 特别利好的一个消息了 那如果说到了6月份 真的有一些落实的一个框架 或甚至我们国家 跟美国签约的一个情况下 那整个事情的话 应该就会让市场比较好转了 那美股方面的话 会是一路向下吗 因为特朗普的言论 已经让这个纳斯达克指数也好 或者是标准500指数的话 都出现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下挫 那之后美股会是 继续一路向下吗 那刚才我们有说到 呼声300的一个指数的话 作为一个标杆来说的话 下跌了那个升纳的一个 百分之三十多了 那目标是百分之五十左右 那我们回看就是说 从美股在这一波的一个跌浪的话 还没有到达百分之二十 如果整个升纳来说 那意思就是说 整个事情的话 影响本身美股的一个力度 相对比较有限 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说 美国本身经济的一个基础 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 如果说以数据上来说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在整个一个 贸易的一个谈判里面 一直在想做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 相对来说 而且所有的一个消息面 都是从它那边去做的发布 那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可能就是说 美股或者美股相关的投资者觉得 美国好像相对来说 比较有底气 而且愿意公开一些这些内容 所以就是说 每一次就美股的影响 相对也会比较低一些 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 如果说从整个一个升纳来看的话 美股一直在过往 可能四五个月 或者甚至就是说 之前破顶的一个情况下 一相对上升的一个空间 相对比较稳 就等于说是相对比较实业的一个 支撑的一个情况去上涨 那所以这一波 如果说有影响的一个情况下 应该相对 那个回调的一个能力 相对会比较低一些 那现在来说的话 我个人会觉得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下调的空间 但是如果说从 我们拿那个标普500来说吧 大概下方的一个支撑位 大概在2800点左右 距离现在这个位置 大概还有70到80个点左右的一个情况 这个位置如果说 这个区间能够下破的话 才会是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一个跌浪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相信如果配合刚才我说了 中美之间的一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基本上问题不是特别大 我反过来相信就是说 六月份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入市的一个时候了 那本周呢 很多投资者也非常急切地知道一些关于投资 该有还有这个汇市方面的一个消息了 我们看到这个金道留言平台上面就有客户 想请教一下这个伦柱德先生 能否分析一下近期美元跟人民币的一个走势 对这个美元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操作会比较好 那如果说从美元跟那个人民币的一个 怎么说的一个汇率来看的话 我们先从美元的一个角度来看吧 在上周吧 我们有讲到就是说 美元的一个走势 现在是一个free drives的一个pattern 那意思就是说 它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下破的一个能力 那而且就是说 之前我们看到98这个关口的话 相对来说已经比较难以再往上冲的一个情况 在上周有尝试再冲一下 因为非农的数据相对比较利好 但是也看到就是说冲不上去了 反过来就下调出来 那整体来看的话 我会觉得就是说 美国在跟不同的一些国家 都一直在谈这个贸易上面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之前有跟日本有初步的一个沟通 那跟我们国家也在一直在谈判 那整体来看 所有的一个到最后的一个情况下 所有协议都谈好了 那到最后需要的就是说 它本身国家的一个币值的一个 怎么说呢 太高或者太低的一个情况下 肯定会影响它最后的一些贸易的一些协议 就是对共的一个层面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在未来的一个路上 我觉得美元的一个下调的一个 就怎么说 贬值的空间相对是比较大的 那我觉得关键一点 就是说上周我说的位置 96这个关口 如果下坡的一个情况下 就会一直在往下 目标可能在88 或者89 在未来一两年 那看到就这个情况 而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现在美元的一个加息的一个周期 也差不多 应该说是结束了 那未来的一个路上 偏向来说是维持原状 或者甚至就是说 可能再出一个量化的一个情况 或者减息等等 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币值相对来说 肯定有下调的一个空间了 那所以如果说美元对人民币的一个情况下 那如果说我们国家政策上面 货币政策或者等等 各方面并没有做任何大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调整的一个情况下 美元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跌幅的一个情况下 人民币升值的空间相对来说是比较大 年底的话 基本上我看到6.5或者6.3的一个汇率 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好的 谢谢伦柱的前面的分析 我们也是稍稍的休息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